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按下某个按钮 它可以自动帮我把前七名的底色变更一下 当然这应用很广泛 以后如果说你想要 比如说你的资料里面 像金融方面的 就股市 然后期货 会市等等的 反正数字只要是在某个区间去把它变颜色 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不是叫人工 人工又自己慢慢弄一定是很浪费的 而且容易做错 如果说VBA来做的话 第一个速度快 第二个你不用担心错误 除非你程式的逻辑写错 不然的话它绝对不会做错 因为电脑是这样 只要是你程式写出来 写对了 就没有人的问题 因为人会疲劳 而且人要休息 电脑不用休息 你就写好的话 然后甚至VBA里面也有自动执行功能 时间一到 刚前提你ECL是要开着的 电脑不能关 ECL是开着的 它时间一到 也会自动帮你去做很多事情 然后里面有一个application点 on time的方法 on time就有点像闹钟 时间到 做一次 时间到 时间到就做 要不然就是多久做一次 有没有 你也可以设定 它就自动去跑了 现在蛮方便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懂得利用这些方法的话 真的可以大大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另外的话 也可以把你的分身给写出来 也就是说你根本不一定说 一直要在电脑前面stand by 也可以做 你本来需要做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电脑可以自动去执行 所以有点像 把那个ECLVBA学好的话 甚至可以像孙悟空 可以72变 可以分身嘛 你可以变多分身出来 你 对不对 时间到自动寄信给人家 这功能可以自己写出来 只是说 当我讲的这些东西 就是 可能是属于比较进阶的功能 也是从基本来演变出来 像我们这个功能 格式化 怎么清楚 那程式会很复杂 不会 只有 你一个回圈 加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一个底色变更 等于五行程式 for Nets if end if 跟做那件事情而已 OK 那么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第一不一样是在模组里面 有没有就这个 就写这样 你写的方法 有没有 一个for 对一个Nets 一个if 对 end if 做这一件事 就是intel color 变成什么呢 RGB 有没有 颜色 红配绿嘛 黄的嘛 对不对 都讲过 写的方法 我再快速写一遍 也不会看 其实成熟 所以以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 所以将来会以后 假如是要应征新人的话 会不会直接干费考上一些东西算了 因为其实说真的 现在我在职场上面混 你e sale能力不强 第一个就是问题的 所以先应征新人 第一个你e sale不OK 第二个直接问说你e sale不OK 第二个直接问说你e sale不OK 会的话就可以晋级了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直接考你几题看看 如果会的话 再晋到下一题 这样的话你才会找到对的人 不然的话你找一个人来 每天都要教他 每天都要教他 然后他其实不是说 在打混摸鱼 是真的他不会 他慢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会 那如果说他本来就会 那你跟着人家交 不用交 而且他效率好的也不得了 所有事情就丢给他就好了 哇 那不是很愉快的这件事情 对不对 OK 所以还是需要把这些 所以接下来的话 for 这个应该都写过吧 这个范围 所以for回圈是指的这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逻辑 所以if什么 if 如果我们要什么条件 如果这个依然的 这个资料先抓过来 怎么抓过来 你打个sales 哪一列 第i列的 e栏 如果里面的资料抓过来之后的话 跟什么比呢 小于等于7 里面的资料一个个比 如果它小于等于7 空一格 then 然后 enter两下 打个enter if 这个都打过对不对 做什么事呢 把它的同一列的a栏 什么叫同一列a栏呢 就是这个复制过来 把这边改成a就可以了 同一列的a栏就行这样 在底色 底色怎么写 我讲过底色可以先什么 不要加瓜糊 我们先sales 点interior 有没有 点color 等于黄色 rgb 瓜糊 255 豆点 255 红配绿 豆点 0 有印象吗 然后最后的话 就是把什么 同一列的a栏 同一列的a栏 这边改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ok了 程式写完了 有没有 所以 4回先指的就是 哪一列到哪一列 逻辑判断是当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做这件事情 有点像一个闸门 一幅就是 你那个是小于等于7 你才做里面 如果没有小于等于7 那就不做 就是跳过 就维持原来颜色 做完之后的话 按止行 全部都ok了 有没有 这个是 这个也是 有没有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ok 然后呢 如果要恢复的话 那就不用逻辑判断 直接把这个回圈放过来 for i 等于2到43 这底色全部变成没有 这个好像也写过了 没有 就恢复了 ok 那最后的话 应该这个没问题 这个程式 只是说你要把它熟练就ok了 所以前面写过的像记得在第三个单元吧 就讲过这个东西 那最后的话呢 再来呢 如果我希望写一个前七名 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好像似乎跟刚刚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是刚刚是要把底色变更 这个地方是吧 要把那个资料怎么样放到 假如这个小1等于7的这个字哦 然后把这一个东西哦 帮我复制到这边来 复制 ok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资料复制到那边去 意思就是我要把A栏的资料复制到F栏 那第一次复制的话呢 是放在它的第二列 可是我下一个的话呢 要复制到它的下一个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诶 诚诚 该如何写 那其实跟各位讲哦 这边的话 你可以拿刚刚的诚诚 来修改就好 只是说呢 可能需要 多一个东西 因为我要把它复制到F栏 第一次是在第二列 所以可能会多一个变数叫k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取这个k的名称 但是我说 我在诚诚里面我叫k等于2 初始值 第一次是2 当它复制完一个 就在底下再加一行 k等于k加一 为什么 因为它在下一个嘛 等于是你复制完一个 那我k就把它加一就存回去变3 下一次就放在第三 那3再加一 被你放在4 所以特别之后 只要把刚刚的诚诚加两行 就可以完成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想想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诚一下哦 ok 那其实城市真的不多啦 城内就是这么几行而已 你也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那当然都是针对e-sale里面的快速完成 ok 所以以后啦 那目前来一看哦 因为e-sale这个软体已经红很久了 红了大概快应该有超过30年的时间了 哦 好像第一个我发现了 好像没有一个软体可以红这么久 一直还想说有没有一个软体可以取代e-sale 如果今天没有e-sale 不过有啦 那个Libra Office 有没有 它里面也有那个 它名称不叫e-sale 它叫什么什么shit之类的 那问题免费给人家用 好像也没有人要用 很奇怪 那是免费的哦 还有open office也是免费的 可是很奇怪 就是没有人要用 ok 大家还是回头 可能就习惯问题啊 像很多那个公家单位 它每年要授权费给微软 像我记得以后 先生好像就要给一千多万 我记得哦 所以他们一直想要把那个费用给省下来 可是后来发现 还是省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把软体拿掉之后 他们的这个员工就更多的问题了 他们也做很多教育训练 可是问题还是没有用 最后呢 感觉还是要缴点保护费 所以以现阶段来看 好像这个似乎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如果你如何能够在这个软体操作上面 能够提高效率 那当然相对的 工作的这个结果也当然会是比较有竞争性的 ok 试一下 那待会再想想看哦 如果把格式化改成 就刚刚讲的逻辑 他怎么做 诚诗会很复杂 ok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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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柠檬拿去 搖擺 搖擺